何时 阿兰约翰逊就是110米兰的代名词 在十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是这个项目的王者 四次施锦赛冠军 一次世界杯冠军 和一次奥运会冠军的显赫战绩 也让他成为了刘翔的偶像 这位已经36岁的美国老将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位110米兰大满贯选手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约翰逊意外跌倒 错过决赛 但是这名老将永不言退的精神 超长的运动生命和良好的竞技状态 还是不免让人肃然起敬 虽然现在的约翰逊已经进步入戏 但是相信他不会错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因为那将是他参加比赛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在110米兰比赛中 除了选手自身水平外 比赛时的大环境也是影响选手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拿2006年刘翔在诺桑打破世界纪录的比赛来说 当时除了美国选手阿诺德在刘翔身后紧追不舍 刺激了刘翔的发挥之外 天气更是帮了刘翔的大忙 每秒1.1米的顺风风速 干燥的空气和267度的气温 是刘翔能够打破世界纪录的助推器 在110米兰比赛中 比赛成绩在顺风速度每秒2米以内才算有效成绩 每秒1.1米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风速 而27度左右的气温也是最适合运动员发挥状态的温度 再加上刘翔在洛桑的支持者众多 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 才让中国飞人用12米巴巴的成绩震惊了世界 欣赏了这么多专业运动员的比赛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一项轻松好玩的球类运动 这个运动比赛用的球是一种不用冲气可以压缩的转式排球 规则也和一般的排球比赛有着很大的不同 而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大学的普通女学生 但他们在场上的那种拼搏劲丝毫不亚于正规比赛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场趣味软式排球比赛 他们的技术比起国家队的队员来说差得很远 发球传球也都失误频频 只要把球打过网就会得到阵阵喝彩 但是他们依旧乐在其中 当获胜之后他们激动的好像夺得了奥运冠军一样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充分享受全民健身的乐趣 吉林大学的校内排球比赛更改了比赛规则 把正常排球比赛用的球改成了软式排球 这种排球比起普通的羊皮排球要转了许多 这样一来球打在身上就没有那么疼了 更受大学女同学的喜爱 这位在赛场上英姿飒爽的裁判 并不是专业的排球裁判 他是大四文学院的一名学生 虽然第二天就要进行毕业答辩 但他依然到赛场来参与比赛 这位男同学颇有点陈中和的神韵 手势 神态 甚至长相都有些像陈中和 他由于酷爱排球运动 所以客串起了精英队的主教练 精英队在这位小陈中和的带领下 一路进入决赛 并且在决赛中艰难地获得了 大二年级组的冠军 赛后的发奖仪式虽然很简单 奖品也只是奖状和排球 但从同学们开心的笑脸上 可以充分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参与的快乐 看来只要我们热爱体育 积极参与体育 就能够体会到运动的快乐 同样体育在线也向您的热情参与 有一位看过我们上期节目的观众 在来信中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他说既然跳水运动员会发生 头撞跳板的意外 那么在跳水运动员起跳的一瞬间 跳板立即自动收回 这样就不会出现运动员碰上的现象了 他希望奥运会能够采纳这个建议 的确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想法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建议转达给有关的部门 再次感谢您的热情参与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多多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幸运的您将获得 由体育明星亲笔鲜明的照片 和由红星耳克提供的运动装备 我感谢您的热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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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